看看,这是咱们这边的货车站 然后现在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存车子的车棚 最早以前都是要去辽阳沙阳的啦 然后骑车子到这把自行车存到这车棚子 但是现在就是随着自行车吧,越来越少了吧 现在都是坐点小买买,或者跑右的电动自行车啦 或者是三轮车啦,小吃车啦,放它 它这也是开有念头的 它这个房子载着就是工甲的 然后也算是长期主令给它了吧 然后它就是用来存放自行车,它还看 像一个自行车一个月连充电池,这就是几十块钱 四五十五六十 再找存自行车,那这比较多 现在少了 这都是电动自行车,来里存着可以充电 充电玩儿电费,再想要存放总多钱 我以前跑业务在这吧,咱单位那个电动自行车也放着 玩儿连充电这方便的 它这有的就是按月纯的,有的就是论铁的 你看它这个就是一铁,一铁的吧 它这磨刀,磨刀就三块钱,历史放着 以前在找咱这边就是全齐车车,那这全放它你家 它你家干的比较早 总共有两家,一个那边有一家 在这就是它你家,都是在找齐车车 现在都不齐车车了,齐磨刀啥又差了 现在就是有的电瓶车没地方充电放着 按月一个月多钱 还有的就是放那个萨轮车的 其实这个行业也是按照这个形式所找的 现在它这个不就是离火车站近吗 要坐火车出门的 然后把这样子就放到这里 它这有个床,晚上搁这有大景的 我觉得晚上没人看不行,锁上也不好使 第一个电瓶车充电,得注意防护啊 还有晚上那边比较僻静 怕防护,得注意点防护 它这有的就是短煮的 出去溜的圈车是放的 这一旁全是老房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这房子 一直到那头全市 那边我带胡椒型的那种老房子 我记得看到,好吧 我们呢